沒有聊四季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立陶宛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白金聯賽 這次的白金聯賽 在10月20號的台灣時間 已經正式的打完比賽了 最後是由Viper跟Hera 來打這個總冠軍賽 冠軍賽的部分 我挑了一場比較覺得精彩的影片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後影片的結尾 我會放出所有人的戰績出來 不想要被暴雷的觀眾 記得結尾的時候要關掉影片 避免被我暴雷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黃芳選擇的是立陶宛 立陶宛它的一開始的特色 是有100肉的加成 每一個城鎮中心都會給100肉 在城堡時代開3TC的時候 肉類也不太會斷 所以聰明來說可以繼續運轉 不太會有那種以上3TC 就會斷肉的一個狀況 或斷存米 那立陶宛它的特色呢 是每減一個聖物 騎士跟列提斯呢 都會增加一點的傷害 那這個效果 讓它到了後期 這個列提斯的傷害 非常非常高 遊俠者是可以高達20攻的傷害 非常可怕 那在比賽地圖來說呢 像這種特殊地圖 聖物會比較多的情況下 對於立陶宛來說 這個五個米 是稍微有一些優勢的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多多少 大概也是五個聖物的樣子 所以跟阿拉伯的聖物數量是一樣的 那MAPER會選的立陶宛 其實也有點 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立陶宛這個文明 它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算是一個穩定性 不是非常好的文明 當然也跟它的經濟加成也有關係 還有一些能力的關係 那立陶宛的槍兵跟戰毛兵呢 也是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在封建時代的封建互打情況下 它要有擁有這個封建主動權 好 那這邊 唉唷看到兩邊互打喔 那這邊是Viper有這個先手優勢 那這邊Viper是想要拿到中間的 這兩隻羊跟牛 好 這邊守住直接助手 阿拉打算不跟他繼續打了 好 那這邊有機會把牛給拿走嗎 但這邊是上坡 是要往後走 OK 再反上高地 羊直接被拿走 有機會嗎 回頭再打一下 再打下去 Hera可能會輸喔 哇這個突然開打起來 好 趕快來看一下前期的一個碰撞 唉唷 這個又多打了一刀 Hera可能 喔 要沒了 喔 再一刀 喔 喔 開局 Hera難道就要送路了嗎 好吧 送路送馬 哈哈 但 基本上沒馬了 就是也是送路了 我都會講說 你沒有馬你就在送路啦 但這張地圖好像 趕路 不太能趕的感覺喔 因為路都有點遠 好 但好像可以順利的回家 這個要撞TC了 Viper有看到嗎 有 好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別 原來是賽斯地圖的關係 還是要來稍微解釋一下 這張地圖雖然可以捕魚喔 那魚的部分也不能捕的太多 大概只有600肉 再加上一邊 一邊的這個海濱魚群喔 大概1500肉左右而已 那中間的部分呢 是有黃金跟聖物的 而且都是可以蓋城堡的 這個地方可以蓋城堡 那這個地方呢 是只能單純捕喔 你出戰券的話 只能守到這個 邊邊角角 這個高地的部分 所以實際上 這個河域拿下來 意義其實不太到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去洗 前面喔 蓋這個碼頭喔 去燒對方的愚蠢喔 但實際上的效果 並不是非常的明顯喔 當然如果你能拿下來的話 也可以攻擊到 對方城鎮中心喔 這就是一個取捨的問題喔 那如果你不打海戰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去到中間喔 去吃這個鹿群喔 直接開城鎮中心 或是插箭塔來吃喔 然後用槍兵毛兵去防守 也可以獲得很可觀的肉量喔 當然實戰來說 比較少人會這樣做 還是屬於一個正常開農 從奇況下去撒農田喔 野味的部分就會有點堪吃 除非你是哥德阿 或者是這個蒙古喔 才會可能去喔 盡可能去把這個鹿群給吃完喔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波蘭人喔 那會來的正面是選擇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己的大莊群喔 在旁邊撒下農田的時候 會獲得立刻8%的食物喔 那波蘭人的工兵呢 步兵呢 跟騎兵喔 都是都可以用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也沒有三級的馬鎧喔 但是他的工兵部分有拇指環喔 所以也可以用 那他的步兵部分的話 三級 三級工跟三級的步兵鎧甲都有 而且有這個戰錘兵喔 可以破防 也是相當好用的 那波蘭的後期的大洛瑪呢 還有這個貴族特權騎士喔 騎士只要三十塊錢喔 大洛瑪則是擁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波蘭人整體來說 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喔 他的缺點就是 不太能打這個 對方的步兵單位喔 因為他沒有火槍的關係喔 所以波蘭他只能用火砲去壓制敵人 那對付對方的工兵的時候呢 就只能只用強弩了 那強弩還好還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目前喔 波蘭遇到實質上最難打的東西 是駱駝 還有這個騎士的部分喔 那遊俠的部分也是波蘭比較難抵抗的 因為波蘭的步兵呢 是只有重裝長槍兵的喔 所以這一場波蘭遇到立陶宛 有點相對的喔 有點被稍微克制的感覺喔 但是兩邊都是頂尖選手喔 所以這個文明的優劣喔 其實不太好說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操作才是重點了 好那目前看到立陶宛這邊是 已經下了一個馬舊 那打的村民宿是20匹 欸19匹加4個漁船的 的一個開局方式喔 那HERA這邊則是打了21匹 三碼頭 因為波蘭的經濟呢 前期來說會沒有那麼明顯的好 因為他沒有開下大莊子之前喔 他的文明喔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 因為你在黑暗時代也不可能去挖石頭 所以不會有這個產黃金的能力 所以HERA這邊 這邊前期喔 這個村民啊 或者是開局方式喔 村民宿落後是相當正常的 好 那這邊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HERA這邊是點了一級伐木 農田技術都沒有點 好 那這邊直接補了一個 魔防 好 想要來補 吃這個果子 那這個果子其實也不用蓋喔 因為這個里程中心很近 補這個魔法 可能是要補這個一級農田喔 還有去撒農田 才刻意補下來的 那這張地圖的防守來說 是比較困難喔 因為這個青苔路是不能蓋建築物的關係喔 所以你是不能圍死自家的部分喔 對方還是可以從這個青苔路走進來 所以 立陶宛這邊是有稍微微下 但沒有辦法全部圍死 那HERA這邊的話 就打算要圍死喔 直接把這個地區喔 圍到比較裡面一點 但相對來說 對方的工兵喔 可以更輕易騷擾到這個地區 那如果HERA這邊是有爆兵的部分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 讓工兵走到這個地方啦 可能中途就會攔截到 好 那目前看到HERA這邊是 白盆是直接蓋下了一個碼頭 想要來騷擾對方的漁船 那果然蓋了一個魔法喔 是直接補了一個一級農田的升級 中間的陸群喔 沒有來吃 是要來打一個肉馬壓制 那通常你有肉馬優勢的情況下 也可以趕快去吃這個野味喔 讓自己的肉馬更多 在家裡防守 也是OK的 那槍片部分多安一點在這裡 可以繼續把這個肉吃好吃滿 但是這是有一定的風險喔 如果要去外面吃這個野味的話 建議拿四村就好了 四村死了就算了 有人拿過多的話可能會跑不掉 好 那目前看到了 HERA這邊破爛也是轉出了肉馬 這邊已經轉出了碼頭 戰艦部分已經生產當中 HERA這邊也是第一時間展出了自己的火蒙桶 好 這邊兩艘魚船 HERA第一時間會來直接開打嗎 會 魚船趕快拉走 拉到中間地帶就安全了 深海區他是過不來的 OK 槍兵過來 但VIPER把所有的肉馬拉回家防守了 那由於是HERA把自己家裡維持的關係 VIPER即使肉馬往前喔 也不能藏到任何的甜頭 那中間這個碼頭蓋完喔 聰明就直接回家了 也沒有去做其他奇怪的事情 算是打得一個非常穩 那這次T90的白金聯賽喔 HERA跟VIPER都是總子選手 這也是 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決定喔 那最後呢 也是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喔 兩位選手是來到了總決賽 那冠軍賽誰輸誰贏喔 我們J5會 J5會告訴大家 誰最後拿到T90的白金聯賽 原來T90的白金聯賽 也算是世紀帝國一個指標性的比賽喔 基本上誰拿到冠軍 誰就是世界冠軍喔 因為這個比賽的難度喔 強度是世界頂級的 S級的那種難度 超級超級難的 好那目前看到VIPER的戰艦喔 部分數量開始有點落後了 這邊拉回來 當然HERA這邊有點小心翼翼喔 怕對方出自暴船喔 所以不太敢把這個 喔 這邊想用肉馬去打 戰艦 哇 自暴船還50% 看起來這一波VIPER沒有控好 戰艦兩邊都殘血 好趕快燒人就跑掉 避免被自暴船炸了一波 那殘血呢 要不要拉一隻村民去修理呢 喔 當然HERA這邊農田撒得很好 他這邊有計算大多年的這個格子數喔 讓他可以全部每個大宗灑滿8片農田 讓Pulam的立即收成8%的食物喔 達到最大化的經濟價值喔 好那目前看到HERA這邊是 出了非常多的肉馬 6隻肉馬 但是VIPER這邊開始轉出一些槍兵 那現在這邊槍兵有移動速度的加成喔 可以跟這個騎兵喔 一起往前喔 算是不錯的 那最後呢 立陶玩VIPER是決定喔 要把這個自暴船給取消掉 沒有打算要進攻對方的漁船 好那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下的城堡時代 MIPER這邊第一時間點下第二個馬鳩 準備要來打這個騎士豹 那目前立陶玩是急需聖物的 所以至少要拿到兩個聖物喔 好這個槍兵 再戳一下 殘血 漁船部分要小心一點 好戳掉一隻肉馬 一先升到封堡時代 要趕快升級這個輕騎兵喔 弱馬升級要信優先生 然後再來出這個老頭跟騎士喔 好那接下來 喔這裡補新的一個伐木場 然後再補下來一個農田 OK這樣就8片農田就可以搞定了 16片 那波蘭有16片的情況下 單TC是可以樹上帝王 因為波蘭只要灑第二次農田之後 弱量獲取速度會非常快 那這個能力效果也讓波蘭 在城堡時代初期可以爆出大量騎士 即使不點下貴族特權 還是可以爆出可觀的騎士數量去反制敵人 好那波蘭這邊有打算要開3TC開農喔 因為木頭量來到了快要1000 這邊不開3TC其實很奇怪喔 3TC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還有這個位置 都可以喔 那下方位置的話其實不太好 只有黃金沒有木頭 那開TC的位置喔 主要還是要以這個 安全為主 然後禮木區有互相的接近喔 會比較好 好 好這邊第一時間 MIP點下青旗兵的升級 好那把這個 城鎮中心開在了黃金跟石頭的礦區 左邊再開在一個木區喔 算是比較保險的位置 好這邊肉馬直接打破木牆 MIP這邊又肉馬直接突入了 右邊的村民蓋城鎮中心 HERA趕快拿 拉了一堆肉馬過來 但青旗兵已經升級好 這邊要繼續阻撓對手嗎 如果能把這四村拿下來的話 對於HERA來說是非常傷的喔 因為這個城鎮中心被拖到時間喔 還有一刀 哇 沒拿下來可惜了 哇 要是這邊村民全部被拿下來 這個城鎮中心要停擺 這邊要再拿一些村民過來 就會拖到這個城鎮中心的時間 但是目前來說 MIP還是拿到了村民上的優勢喔 好家裡再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那MIP這邊點下了4TC喔 那這個效果也是讓立陶宛有點優勢喔 因為就算補第四個城鎮中心喔 也會獲得立刻100肉的加成 所以他這邊也不會馬上就斷肉 這邊TC可以再去按村民 那現在MIP的想法是要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喔 而不是要拿到這個聖物的優勢喔 雖然老頭也有在出 但是他主要的目標還是要來爆經濟 而不是要來爆這個老頭撿聖物的一個重點喔 那HERA這邊就可以考慮喔 趕快去把這個老頭產出來去撿聖物喔 只要沒撿一個聖物喔 自己的勝率就會大幅上升一些喔 當然對MIP來說也是這樣子喔 好 中間這裡的魚已經把所有的魚都吃完了 大幅可以去撒下魚網了 那目前肉麻的數量有點劣勢 這裡要趕快產出更多肉麻 或是騎士進行反擊喔 這邊看到更多肉麻在這邊聚集 BIP點下 HERA點下了 這個輪軸技術 還有神聖思想 這個老頭的血量已經來到45滴血 BIP這邊是按下了一艘自爆船喔 讓對方的肉麻不能在這邊輕易的走來走去喔 那自爆船有個使用優點喔 就是可以讓它變成攻擊模式 然後用巡邏的方式喔 讓它這樣來回巡邏 只要一靠近肉麻 它就會自己過去炸 有時候自動巡邏的自爆船喔 但這種潛灘地區是蠻好用的喔 好 中間的這個生物被破爛拿走 HERA這邊開始有些優勢拿出來了 好 那 BIP是點下了一根城堡 準備要來打獵提示的樣子 好 下方的騎士 哇 有一隻騎士被著翔走 當然另外一隻騎士反擊回去 BIP這隻騎士可能也要送掉了 好 上方再補一個市集 TC部分是BIP目前領先 臭敏術也是 目前肉麻的部分 HERA這邊還是給BIP這邊很大的壓力 立陶宛現在要轉出更多的單位 才有可能守住喔 好 馬上補下了一個列提示 那經濟方面來說呢 雖然現在是小優喔 但是沒有辦法重創對手 而且生物的部分呢 是沒有拿到太多的 還是有點危險 好 左邊又拉一隻老頭 趕快過去撿一下 好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肉麻 過來看一下生物還在不在 還是要去騷擾對手呢 好 後面再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這邊想要檢獸 看到有一隻肉麻在巡邏 要不要按一隻槍兵呢 槍兵沒按 好 來一隻列提斯過來打一下 OK 列提斯在路上了 好 大莊園這邊繼續撒農田 撒到了四個大莊園了 四個大莊園的話 肉量就會比較穩定一些 好 兩邊都在開農起喔 都沒有做一個大規模的打鬥 好 這邊列提斯開撞 無視對方裝甲 傷害非常的高 好 這一隻肉麻 好 抓掉了這邊撿生物回去的老頭 那目前已經確定的是喔 突然這邊是三生物確定了 那立陶宛這邊可能兩生物喔 就是極限了 這靠近家裡這邊兩個生物 一定要趕快撿回來 哇 結果viper沒有點跑速 這個有點追不太到這一隻肉麻 哇 這個老頭也沒有點血量 兩刀就會死 尷尬了 好 Viper現在有點劣勢狀況 而且波蘭這時候已經手推車都點好了 經濟來到一個最好的狀況 那光夢想趕快滴掉 可以再繼續撒農田 剛講完就撒了 身為波蘭玩家的我 看到這個畫面有夠難受 趕快去滴掉 去撒農田 我覺得波蘭的農田也是挺療癒的 每一塊農田都撒得正正方方 很有那種都市規劃的感覺 我蠻喜歡這樣子的畫面的 好 立陶宛這邊是趕快補下了 更多的城堡 但是波蘭這邊經濟量實在太好 已經可以點下帝王時代的升級了 但是現在缺乏一根城堡 還有大學之類的 才可以點帝王時代 所以現在時代稍微慢了一點升級 補了更多的馬就 好 那Viper這邊明顯感覺到自己經濟劣勢 我們來看一下波蘭這時候經濟量有多少 來 波蘭的經濟量現在是全贏 只有石頭輸 那我們有說過挖石頭是傷經濟的 所以Viper這邊經濟其他會數也是正常 那更多的是Viper這邊是比較晚點下輪軸技術 還有這個手推測 所以升級來說經濟量又會更少一點 那這也是立陶宛後期跟中期的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經濟加成 就只有這個城市中心給肉 好 這邊波蘭點下了貴族特權 好 肉馬開始往前走 正面稍微圍死 對 我覺得Viper一開始就要這樣子 像Hera一樣圍死會比較好 不然這裡到處都是洞 左邊這裡有洞嗎 這個木門危險喔 扛不住喔 哇 衝進來了喔 唉唷 還好趕快回頭補了一下 左邊又有一個洞 Oh shit Holy shit 這裡趕快圍 趕快圍 完蛋 沒有看到嗎 哇 Viper這波沒有看到 被溜了進來 我的天 Viper 你好像要爆炸了 哇 這一波讓Viper 受到了非常多的村民損傷喔 好 那上方的雷提斯 還在努力騷擾當中 但是家裡已經BBQ的狀況 村民死傷還是有點多 被砍到了大約10村左右了 好 這邊來正面護達 後面用戰艦幫忙輸出 但戰艦直接被立陶宛的 騎兵捅個幾下就爆了 好 後面有更多的 老頭過來 雷提斯要全部delete掉嗎 但是要走 哇 沒delete掉 被招掉了兩隻 好 左邊老頭也是招到了 老頭的這個輕騎兵 哇 但是又要再死一隻了嗎 唉唷 差一點 這一刀又要再死一隻了老頭了 好 那終於升到地中時代的立陶宛 開始要轉出長槍兵 跟列提斯了 那長槍兵的部分呢 移動速度很快喔 可以稍微追到一下 騎兵的速度 防守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立陶宛現在可能 不能轉太多的 列提斯出來 對方老頭還有四隻 他還是要找一些肉馬 去抓掉這些單位喔 才有可能 去轉出更大量的列提斯出來 去壓制敵人 不然就是要用列提斯喔 數量壓制對手 但是這個時候會有空窗棋喔 那這個空窗棋 用這個槍兵去防守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波蘭這邊升到帝王師代 擁有這個三攻之後 重裝騎士也升級好 基本上就全滿了 這時候就是波蘭的時間喔 帝王師代出騎是波蘭最強的時刻 那帝王出騎的時候 其他的馬國還在研發遊俠啊 或是精銳的升級喔 但波蘭不用喔 直接正面全部開打 而且經濟量非常好 黃金雖然少 但也沒關係 一隻騎士只要三尺黃金喔 一直往前送就對了 OK 但是正面有更多的槍兵過來防守喔 但是波蘭的村民術還是被騷擾到了 正面用大量的槍兵直接戳爆正面 正面的巨頭可能也要被戳掉 當然立陶宛這邊的槍兵是沒有三攻的 只有一攻大概沒有關係 攻擊一來說打落馬 打這些騎士還是綽綽有餘 但最後還是被大量的重裝騎士給解掉了 哇 後方家裡還是有點慘烈 Viper這一波還是被騷擾到一些經濟損傷 正面的部分巨型頭司機趕快反制回去 但是正面大量的重裝騎士要衝上來了 這個巨型頭司機可能要被解掉 Viper這邊防守出現失誤 沒有立即補下更多槍兵來前面防守 後方這邊露滿海在騷擾當中 還有這邊多線騷擾打得非常漂亮 這一波的重裝騎士已經做到了非常多事情喔 村民術已經從剛剛殺的10村變成4344 殺了30村有了 哇靠這30村死了很慘 然後這邊收村的關係 讓Viper經濟又再次更損傷了一些 哇現在Viper的經濟量肯定是拼不贏波瀾了 波瀾這邊肉碼可以繼續往前噴 中裝騎士老頭繼續往前 波瀾這時候點下了神權政治 還有大肉碼的升級 在招搶對方列提示的情況下 HERA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那正面的部分的話可能要用更多的槍兵去防守 才有可能打得贏了 那另一套人的槍兵有點弱點 就是他的鎧甲部分只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他有這個塔盾喔 可以使用 那裡討論塔盾是增加遠防 並不會增加近戰防禦力喔 所以這個部分對波瀾來說是無傷大雅的 在這邊槍兵來說正面抵抗 效果是差了一點 好這邊來到了三台巨型頭司機 三巨頭就能搞定 HERA這一場很有可能會拿下喔 看起來是穩穩的了 好這裡大量 洛瑪開始往前走 MIPER後面城堡直接燒了起來 可以嗎 掉了 好這時候 HERA點下了列克提克一場 大洛瑪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個效果打了大量村民非常快速 而且打了一整群的步兵也很強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的交戰喔 這波交戰可能是大洛瑪會贏喔 因為這邊列克提克遺產已經好了 升級完蛋 哇靠直接吃光 列克提克遺產太猛了 大洛瑪連槍兵 這個級兵都可以輕鬆一舉的給吃掉 這就是波瀾大洛瑪的威力啊 升級時間夠早 那MIPER這邊為了回弄喔 所以正面單位並不是很多 雖然槍兵數量夠多 但是還是有點疑慮喔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進行防守或進攻喔 這邊開始用槍兵回打了一下 槍兵數量可以繼續往前 應該不是問題 下方這邊聰明 趕快再產出一些槍兵怪防守 這邊木槍可能要被打破 被打破了趕快衝進去 好這時候波瀾轉出了奴兵的升級 要來轉強弩了 然後我們有提到波瀾的奴兵的部分呢 強弩是有拇指環喔 射擊這些槍 這些級兵喔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 列塔環有塔盾喔 所以待會還可以點一下 但 但我覺得不是非常好 因為如果MIPER要反制對方的強弩的話 一定要轉出戰毛兵嘛 雖然戰毛兵有三級射三級法喔 但是 遇到對方的騎士喔 肉馬或是重裝騎士喔 也會變得很難打 那如果一直在打 垃圾兵種的話 對於MIPER來說的一個侵略性喔 會非常不夠 遲早會被破爛的大肉馬給淹死喔 所以 立陶宛這邊轉出了一些大肉馬的升級 OK OK 啊 那這一把 選立陶宛的優勢喔 就不復存在了 立陶宛這一波的優勢 基本上可以說是0了 0優勢 OK 全掉 房子又再掉了一個 立陶宛這時候點下了三級的馬凱 好 那這邊大肉馬 要去後排騷擾大莊園喔 才是重點喔 只要忽然大莊園被騷擾 後蘭的攻勢就會有所減緩 那忽然目前的肉量來到了快要80片田喔 這是打大肉馬的一個最好的肉類分配喔 好 80片田 遠遠不覺得大肉馬 瘋狂往前走 前噴 好 這裡有一波挖手被騷擾 熟村 再有根城堡 好 突然這邊想要蓋城堡 會不會一蓋就被巨頭給拆掉呢 中了 ICE 好這邊蓋城堡 然後巨頭開閘 能不能瞬間收掉 哇 突然 HERA這邊沒有發現對方巨頭是架起來 直接損失了650石頭 但是還有後方的大肉馬 擴散傷害效果 直擊後方農田跟伐木工 VIPRO的村民損失又來到了巔峰 來到67隻 村民樹被擊殺 立陶宛這時候點下了三級伐木 經濟想要帶來更好一點 但是現在很多地方都被壓制住的關係 農田也不是很穩定 只剩下51隻的村民在種田 左邊的村民也再次收到了 重裝騎士的騷擾 槍兵第一時間回救 但是還好這根成本我拿下來 HERA沒有辦法再繼續打陣地戰 要先等到這個強奴出來之後 槍兵數量變少 才有可能繼續前耀 OK 在這邊 弓兵事物量應該是越多 弓馬開始往前 但大洛馬互打的話 立陶宛是沒有任何機會的 突然的大洛馬更是 更上一層樓 哇 大洛馬沒有辦法往前戳到後方的老頭 正面的立陶宛繼續反擊回去 槍兵開始戳大洛馬 但是後方的槍兵也在反擊槍兵回去 這邊看起來有點五五開 但是其實是HERA的實質勝利 後方老頭瘋狂不顯跟招翔 槍兵繼續補了過來 正面巨型頭自己往前想要收掉後方的巨頭 但沒有收掉很可惜 差一刀而已 正面的部分又補了更多槍兵怪防守 正面的洛馬也是拆掉了巨型頭自己 後方的槍兵開始輸出 火炮也開始往前 要攻擊後方的巨頭 巨頭第一時間拉掉 這一波夾戰看起來 白跑的是有點極限 資源量已經運到應用歸零了 HERA這時候 按出了更多大洛馬 把僅存的三千多洛 也是把直接 直接轉出了更多大洛馬出來 往前線開頂 後方的槍兵開始原地射擊 也不管到底要射誰 反正只要射到槍兵他就賺 OK 前方村民也是被騷擾到 這裡要趕快走了 哇 這一波 白跑村民沒有拉起來 就直接開戰了 資源的差距是越打越大了 HERA這邊經濟實在是太好 這個還沒有點 還以為沒有點這個彈道學 嚇到我 然後你打強奴不點彈道學 這麼勇的 哈哈 好 左邊的洛馬 衝進去 VIPER這時候彈道學也沒有補下 攻兵的部分也沒有打算要轉正毛兵 而是要繼續使用大洛馬進行反擊 中間黃金礦的部分 左右兩邊都有野精可以挖 當然現在右邊的黃金已經被HERA裡控制住 左邊黃金可能VIPER也沒有時間可以去控下來 正面的部分只用大洛馬跟槍兵繼續防守 這樣子的話就會顯得很被動 就只能一位的防守而已 好 這邊大洛馬再次向前 40隻的立陶然大洛馬 對上波蘭大洛馬21隻 好 這邊直接應招大洛馬 也不管你大洛馬有沒有抗招響能力了 好 左邊城堡 好 該在偏下面的位置 好 這邊感覺由防守出現15馬 50隻的大洛馬開始往前衝鋒 這是最後一波交戰了嗎 後方槍兵開始堵了過來 強奴的部分也是瘋狂輸出 正面的波蘭一騎兵 但是正面的波蘭大洛馬快被消滅殆盡 正面這一波爆甲 白盆拿到了一個不錯的勝利 但是後方槍兵還在持續拉打當中 雖然大洛馬的話是由VIPER拿到數量上的優勢 解決掉非常多的大洛馬 但是庫存資源來說 PAROLA還是有實質上的一個經濟上的優勢 VIPER這邊經濟已經快要不行了 車面沒有繼續補 好 這一波打完 那還有第二波嗎 忽然表示我有第二波 但立陶宛沒有第二波 OK 強奴的部分再又補了過來 又補不到十九隻的數量 這時候破爛點下的救贖思想 這個是想要來招響VIPER的軍營 還有前方這些馬舊 VIPER開始把自己的肉馬開始往前送 發現再繼續打正面不是辦法 多線才是重點 這時候VIPER意識到這個事情了 只要打到PAROLA大裝癮 就十拿九穩 好 立陶宛這邊轉出了 升級式重裝騎士 雖然黃金數量還有一千多 但這邊重裝騎士出來 還沒有辦法決定性勝利 因為沒有辦法升級到遊俠的話 他的重裝騎士跟PAROLA重裝騎士 是沒什麼兩樣 最後攻擊力 對 攻擊力是一樣的 因為他有兩個生物而已 哇 完蛋了 怎麼都想都覺得VIPER這一波有點危險 好 目前看到左邊 有非常多大洛馬再次直擊到了VIPER的城鎮中心 這幾波騷擾 讓VIPER的村民數一直維持在120吋左右 算是不滿120吋 但至少這裡也是遛了幾隻大洛馬 進去騷擾了一波 大裝園確實收了很多村民在城堡裡面防守 好 這個城鎮中心可能要直接被波蘭的大洛馬給拆掉 好 裡面的村民直接被打了出來 直接被大洛馬追著跑 哇 這邊死傷慘重 波蘭這邊可能要一口氣拿下VIPER了嗎 正面的部分還在進行防守 並沒有進行最後的轉型 這時候VIPER突然打出了GG OK 波蘭這個文明喔 在賽事來說還是一個很強大的文明喔 不只是一般我們這個1500的玩家使用也很強 連這個頂尖選手用波蘭也是很強 但波蘭的決勝點喔 真的是在帝王時代初期喔 越拖後期越...越慘喔 但還好這邊奎拉他不是一般的玩家 他的後期呢多線騷擾還是打得非常漂亮 一直用自己的大洛馬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出沉盾的傷害 讓後方的村民累積沒有辦法起來 經濟差距打出來之後就是波蘭的勝利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沒意外的話是波蘭全勝 對 波蘭這邊勝物 勝物拿下三個就算了 那他的食物呢 則是贏了一萬七 木材則是兩千 黃金則是贏了快一倍啊 哇 那獅頭部分呢 則是贏了一千多 那不管怎麼說 這個波蘭的KD手也是非常漂亮的 大洛馬可以損傷敵人的數量更多 而且後方轉出了強弩 射擊對方槍兵也是綽綽有餘喔 這個KD比喔 就知道這一場利桃蘭是相當劣勢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關係 波蘭這個經濟加成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讓利桃蘭第一時間打出他應有的這個軍事駕駛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